大韓航空前會長趙亮浩 日前病逝在美國洛杉磯 他生前有貪污背信等官司纏身 但是更為外界所知的 是他的妻子跟三名子女 曾經鬧出堅果們等 多起仗勢欺人的醜聞 以韓文用語就叫做 甲方行徑 而南韓雇主以甲方優勢 來壓迫羞辱下屬 甚至動粗的陋席由來已久 在今年七月即將要上路的 勞工法修正案 終於首次對於這一類 仗勢欺人的行為 祭出最高兩年的法則 韓國上司動輒暴怒 斥責下屬 各種無理要求 甚至動粗的影像 隨著網路傳遍全世界 嚴重的權勢霸凌歪風 在南韓有個特殊的說法 叫做Capture 也就是甲方仗著自己有權有恃 所展現的傲慢和欺壓等 惡劣行徑 而員工身為養人鼻息的乙方 為了飯碗 只能忍氣吞聲 前上班族約翰說 過去一年半職場生涯是個活地獄 上司高壓式的監控 公然的羞辱壓榨 讓他喘不過氣 目前自己處於病假狀態 復工遙遙無期 醫生鑑定 他已經得了工作壓力相關的精神疾病 光是提到過去的經驗就讓約翰焦慮難耐 必須持鎮定劑控制情緒 他已經決定對這名前上司採取法律行動 每個禮拜去找勞工律師協商一次 審判近期之內就要展開 為了挺身對抗這個問題 一個反權勢霸凌的公民團體 在兩年前成立 網羅了兩百四十一名專家 律師與維權人士 對受害者伸出援手 也對政府施壓要求修法 為更多假方權勢霸凌行為 定出法律行責 他現在被捕捕了 都沒有認識過法 所以他們的結局難以我們接受 僅僅僅僅僅是 工事協會解決 但是他已經拘捕了他的腳 根據一項調查 高達九成七的韓國人認為 自己受過或輕或重的 所謂capture 假方形境騷擾 江敏珠曾經是韓國一家 大電視台的攝影人員 勇敢對性騷擾的上司提告 江敏珠打了兩年的官司 終於勝訴 騷擾她的前主管被判刑六個月 而南韓雇主肆無忌憚 欺壓下屬的時代 終於也將有所改變 在多個南韓大財閥 接連爆出失控 羞辱 欺壓下屬的事件 引發公憤之後 南韓已經通過 新的勞動法修正案 今後capture 職場 全市霸凌罪名成立者 最高可以判刑兩年 以及折合台幣 將近五萬的罰金 新法今年七月就要上路 扭曲的職場文化 雖然不能一夕根除 總算是踏出改變的一小步 記者時會中報導